MING PAO TORROW 我知道很多人起床都會覺得 只有水腫,你有嗎 我有,我經常會在下半身上 有時腫還是肥,我已經分不清了 我聽見局方間的方法是 早上起床,還握緊拳頭 如果你突然感覺到 用手指之間有脹痛的感覺 這就為之水腫 你有其他方法可以幫忙去水腫嗎 我聽過喝齋啡 而且我覺得如果可以 有時間在起床後 有20分鐘的大洋運動 這也是好的去水腫方法 但如果你想一早起床 已經沒有水腫 當然只有優質和充足的睡眠就最好了 歡迎收看尋找夢鄉的故事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 全香港有七百萬人 不過當中有四成的人 難以入睡 究竟為甚麼呢 我們請這位同學示範 主持人,很吵,我不小一點 是否很吵 原來環境因素會令人失眠 我明明還沒看 這個又沒看,那樣又沒看 怎麼看 工作壓力太大 但也會令你晚上睡覺 不要跟我分手 可以,我不跟你分手 但你男朋友總是要跟你分手 分手也會令你失眠 其實大家都看到 失眠的原因太多了 而當你失眠的時候 也會有很多精神問題 不過只能找到舒適的材料 隨時隨地都可以睡覺 其實坊間也有很多護膚品 或化妝技巧 都可以令人看起來比較精神 但最重要是有優質和充足的睡眠 才可以令我們去除水腫 和人沒有黑眼圈的煩惱 大家記得找一個 令自己睡得好的方法 請記錄